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高血压肾损害的症状 杨玲,林芬市中心医院 肾病内科副主任医师 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年龄 一般在25到45岁 一般男性的脚女性的更易出现肾血伤 出现临床症状的年龄一般为40到60岁 最早的症状可能是液尿增多 出现液尿增多 它反映了肾小管,已经发生了缺血性的病变 提示尿的浓缩和提示功能开始减退 然后会出现蛋白尿 表明了肾小球已经发生了病变 蛋白尿的程度一般为轻到中度 一个到两个加号 24小时尿蛋白定量一般不超过2克 但是少数患者也可以出现大量蛋白尿 尿沉加咸微镜检查 红细胞和管型很少 个别的患者因为肾小球毛细血管破裂 会出现短暂性的血尿 有研究证实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 有万分之一会发生肾功能衰竭 未经治疗的高血压患者的肾功能下降 要较无高血压的患者更明显 所以积极地控制血压 可以有效地延缓肾功能的使害 专家提示高血压肾损害的症状有以下几方面 1.烟尿增多 早期烟尿增多 提示肾小管已发生缺血性病变 尿的浓缩和心事功能开始减退 2.蛋白尿 提示肾小球已发生病变 3.炫耀 少数患者因肾小球毛细血管破裂 会出现短暂性炫耀 3.炫耀 2.炫耀